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台车是吉利的宾月 它一看就长得特别运动 然后它是吉利的BMA平台的 这个是一个顶配260T BATTLE BATTLE就BATTLE呗 互帕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脸 这台车它设计元素就特别特别多 你看它连车标都用了这种黑色的 然后包括这些中网都用了黑色 这边有一个这种红色的点缀 这个镀铬其实它是一个哑光的 然后连接着两边的车灯 还有前唇它分了两层 它挺好看的 侧面也是设计元素巨多 侧面后面竟用了一个黑的 然后窗户的线两边全都是镀铬 后面这是一个悬浮的车顶 还有就是绕流那有一个红色的S 但是这台车有一点很过分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轮胎 你看一下它用的是一个马牌UC6的胎 但是在这个级别出现 我觉得还挺不可思议的 再有就是轮毂 也非常非常的有设计感 我们再去看一下车尾 车尾有个更过分的 车尾过分的是哪呢 就是它的排气你看它是双边共四处 但是它是一个三缸级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 就是尾排怎么比钢数还要多的这种 然后再有就是这一部分 它的这种扩散器的造型也挺夸张的 这个扰流还给你做了一点空气动力学 我就觉得一个SUV 整天假装什么超跑啊 给大家看一眼后备箱 后备箱的空间打开了以后 你会觉得比一般的小型SUV的后备箱 稍微的小了一点 就是它坐满人 大家要带着行李一块出去的话 可能会稍微的成一点问题吧 不过它这下边还有一个储物格 然后储物格的再下面 还有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不过这个门啊 就是我觉得是要比一般的小SUV的这种盖 来的要高一点 要沉一点的 但同样车门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去车里 这个车门也是 就是需要点劲 清贯车门对它来说不好使 这台车的内饰和它的外观一样 设计元素非常的多 说三个我喜欢的和三个我不喜欢的 我喜欢这一部分 就是红色皮质 它其实无论是颜色 形状到材质都非常的有高级感 关键是它离前风挡聚近 这是我开车的时候 我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逾越我自己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又宽又扁的这块屏 它的界面也巨好看 还有就是它的包边和整个的镀铬运用也没有那么蠢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挡杆 这个挡杆不管是造型还是握杆都不错 然后关键是它后面有很多很横的功能 就是它有驾驶模式的选择 有走坡缓降 有360 有自动泊车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么一台配置巨高的车上来说 它把它的副驾驶就是变成了一个手动调节 但我觉得很多厂商其实不太了解 就买这个级别的同学都是一些小年轻 他们可能还处在一个单身的阶段 就是这个位置一定要是电动调节 自己的这个座位手动调节无所谓 就是说我有10块钱我愿意给你花8块钱 剩下2块钱我买根冰棍 可能我还要给你吃两口的那种 你们能体会吗 然后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后视镜 这个后视镜呢 它给你加了一个这种透明的边框 我觉得挺廉价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空调出风口 它是因为平比别人往下 所以空调出风口也比别人往下 但是这个出风口呢 就是我朝上吹的时候吹脸 朝下吹的时候呢 我开车吹我胳膊 我把它关上呢 我就觉得我还是问 好吧 我们现在去后排 后排除了没有空调出风口 其他的像头枕啊 USB啊 背架这些通通都是全的 再有就是坐进来之后 你会觉得 这么一个小车后排的空间 就是还挺惊讶的 就是也可能是因为 尽量的照顾后排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后备箱 会稍微的有一点小 再有就是它的这个座椅 不管是角度啊 一些软硬度 还是这种乘托都没问题 那好吧 现在我们把车开起来 我们现在就把B月给开起来了 这是一个1.5T的三缸和7速湿式双离合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关心抖动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从立平衡的角度来说 它也不可能完全不抖 但是你仔仔细细的感受 就是它在起步的时候 和它从减速到静止 就是慢慢快停下来的这个阶段 你能觉得从方向盘 会就是传来一点抖动 但是开起来以后 它真的不像一个三缸车 还有就是这个车 它低扭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有劲儿 就它有一种把你拽出去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力气 特别像是一个力气本来不大的人 然后但是它要去搬一个很沉的东西 所以说它就得使一点爆发力 它才能够搬得动 但如果一个就是本身 就很有力气的一个人 他去拿这个东西 他就会显得举重若轻 但你可能会问我 它中后段的表现怎么样 我会觉得说 加速和超车这些表现都挺行的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它有什么动力上的这种匮乏 但是你开起来以后 特别是上了100以后 它风噪的声音会稍微有点大 然后再有就是 它整个车的这种横向的摆动会有点多 你比方说你压一个坑 它就在那扭两下 它其实就是后边用的就是一个扭力量的 而且包括它的后检震给你的感觉也挺硬的 就是挺颠的那么一个感受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一些用扭力量的车 其实调的也还行 就是这方面应该再下一点功夫吧 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它有城市预碰撞系统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我前两天第一次开它的时候 这一路上100多公里 它出来了三四次 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伴随着ABS 就那种咯咯咯咯咯那种声 它就会吓你一跳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主动刹车 能够避免你追尾 就是它那个级别会稍微的有点太敏感了 调的 我们也帮大家算了一下油耗 但是我们的使用呢可能非正常使用会多一点 还有很多为了配合拍摄的这种开法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油耗是在9.5升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但是你以后就是自己日常用车的这个油耗 肯定是要比我们的这个数值要低一些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 我觉得它的内饰它的配置它的动力 这几方面是挺强的 然后只是它的形式品质 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点 是需要就是再调整一下的 但是它现在确实卖的还挺好的 就是从上市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月销1万辆左右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期给大家带来的吉利冰月 然后你想看到什么车给我们留言 还有就是关于这台车你有什么想说的 也给我们留言 拜拜